在疫情爆发的时候,各国都在紧张的做着相关的防护措施,同时医学专家们也研究出了病魔的弱点。 近如今,我国已经将疫情控制住了,但经历了这些事件后,我们都对病毒有了一定了解,它的传播速度是我们有目共睹的。 但是在了解了之后,恐惧感就减少了,因为最近有着很多的致命热点,只要有针对性的去防控就能很好地保护自己。 那么这个病毒最怕什么呢?专家称,除了高温之外,它还有一个致命的热点,我们都知道它是怕高温的。 在56度的高温下,半个小时就足以将其消灭,使它失去传染的功能。 除此之外,这个病毒最怕的是酒精,特别是浓度超过75%的应用酒精,能起到更好的消灭病毒的作用。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做保护,用酒精将屋内的物品多次擦拭几次,可以很有效地消灭病毒。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执行消灭工作,不能有丝毫的期待执行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我们下次再见。